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格雄杀人》是韩国一部经典的犯罪电影 韩国的犯罪电影剧情一定要够复杂 一定要结合时事热点 揭露人线的怯懦与社会的黑暗 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别名叫做《H》 是催眠术的英文《H.I.Postum》的首字母 说明这是一部与催眠有关的电影 曹成佑饰演的申贤 是一个冷血无情的杀人狂魔 在一系列残忍的杀人案后 申贤带着六名被害者的肢体残骸 来到警察局自首 就在所有人惊愕不解的同时 申贤露出了深不可测的微笑 就在一年后 一个怀孕少女被杀的案子 打开了整个故事的序幕 其实申贤是一个可怜的多胎婴儿 一般多胎婴儿的存活率不足3% 而她就是其中之一 也许这对她来说并非姓氏 从小缺乏母爱 受尽冷眼和嘲笑的她 甚至社会的黑暗与痛苦 她将这一切不幸归结于 那个孕育了她 却说不要就不要的母亲 甚至觉得帮助母亲堕胎的医生 也该死 对女性和社会有着巨大的敌意 不得不说她是可恨的 同时她也是可怜的 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 她蜷缩着身子 一面表达对母亲的痛恨 一面将身体缩成婴儿 在母亲子宫里的形状 也许童年被欺负的时候 她也曾无数次地 希望有个母亲来为她遮风挡雨 曹崇佑是个名副骑士的好演员 将身显得扭曲冷血 演绎得入目三分 最后那似笑非笑的眼神 应该扎透了不少人 这部电影的题材 还是很有社会意义的 反映的是未婚生子 和非法夺胎的问题 采用催眠杀人的形式 更是夺人眼球 身险在监狱中 无法面对新的受害者实施犯罪 所以她在警局里 通过催眠培养了新的帮手 或者说她控制了 身为警察的太薛 去帮她杀人 只有这样她才会觉得 自己挑战了法律和正统的权威 才能得到内心的满足 这部电影中 齿珍熙饰演的警察金蜜云 也十分出色 她不仅是整个电影的线索人物 将一年前与一年后的案子联系起来 还象征着正义和警察的形象 她的未婚夫 因为一年前的案子而自杀 一年后 她亲手开枪 打死了被控制 而杀了人的太薛 她红的双眼 带着不舍和倔强 但始终接受着 她认为的正义与道德 有人说 这是对美国经典电影 沉默的羔羊和七宗罪的模仿 但是 任何电影 都有她自己想表达的内容 和独特的社会意义 带着一个崭新的目光去看待她 你会发现更多 如果非要吐槽 那就是 警察金蜜云的形象太过于正义 以至于没有人情味 加上大量的对话 感觉在看一场足球实况解说 也许 导演怕观众看不清 她要表达的意图 所以让金做了大量的独白 其实这样反而不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才是一部好电影 应该带给大家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